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新庭美味的家常菜 丝瓜花甲包 准备食材,球骨也丢 可以叫它丝瓜,也可以叫它水瓜 还有点花甲,几个炒菇 一点五花肉,还有点干贝和几个 经不放 我们朝商人讲究不食不吃 北风起,这个丝瓜也就过食了 所以现在还是可以吃的 削皮洗净,去掉头尾 再把它对半切开,切小 把中间的蓝去掉 如果嫩一点的话也可以不用去 把它切成斜刀 放一旁备用,把炒菇切小 起锅,烧油 锅里先加一点油 再把五花肉爆出油 这是肉带皮的,所以要说翻动一下 要不然会烹油 五花肉烧到金黄色,加干贝 炒香后下炒菇,继续翻炒 炒至炒菇断生,加开水 稍微煮一下,调点味 盐,鸡粉,胡椒粉 调和香醬,把它移到砂锅里面 先把石锅垫饼铺平 再把刚刚煮好的汤倒进去 把花脚倒进去 盖上盖子,煮开后,熟火煲五分钟 好,时间到,开盖 好,煮一些鸡变吧 把筋不放,丢进去 盖出味,即可出锅 12345789 丝瓜瓜甲包,非常新鲜味美的一道 朝上加成菜 丝瓜吃起来口感非常清甜 瓜甲鲜 而且这道菜的汤汁,拿来放放 还是非常好吃的 希望的朋友非常值得一试